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开喜 那么今天我们讲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探阴 那么1901年7月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预制 就命令把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而且规定要班列六部之首 那么史学界大多认为 清政府的这个做法 是屈从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 那么是中国呢 这种半知名地化的一种表现 这个清政府啊 这个统治机构啊 半知名地化 那么就遭到了史学界 很多人的一种批评 那么有的人讲 说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所有这一切 显然是将卖国邦交放在第一位 那么对清政府啊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呢 进行了批评 那么事情果然是这么简单吗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 我想谈到自己的看法 那么下面呢 我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总理衙门的成立和弊端 那么在中国古代 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的土地辽阔 是吧 物产丰富 政策制度先进 是吧 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很高 那么而且中国的这个文化呢 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呢 在古代始终是居于呢 世界一个领先的地位 那么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的 这种影响 那么在东亚地区就形成了 以中国为核心的 这么一个中藩国家关系体系 宗主国和藩主国 这么一个国家关系体系 那么到了明清的时候 明清两代 是吧 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 像朝鲜呢 安南呢 是吧 琉球啊 就现在日本的这个冲城岛 是吧 包括一些缅甸的泰国呀 是吧 那么这些呢 都成了中国的政权的一个藩属国 那么在这个宗藩关系体系之下 藩属国要奉清王朝之政朔 是吧 同时要派使臣定期向清王朝来纳贡 那么同时 藩属国的国王如果继位之后 清王朝要派册封使去册封国王 承认他的统治这种合法性 那么在一般情况之下 那么清王朝和这个藩属国之间 并不发生 如同我们现在这样的国家之间的一种外交关系 那么这个事情 当时清政府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 仅仅是什么呢 是处理 其实清政府处理 这个藩属国之间的事物的这么一种关系 就是李藩 就算李藩 就是治理藩属国之间的这个事物 在这个清朝啊 这个文献通考当中的讲 说在乾隆五十年以前 我为上国率途结成 我们是天邦上国 整个天下都是清王朝的臣子 率途结成 无所谓外交也 李藩而已 也说清王朝呢 没有外交而只有李藩 那么加倍鸦片战争以前 清王朝呢 自认为自己啊 中国是天下的啊 天朝大国啊 那么实行一种闭光锁国政策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 清王朝没有同外国进行啊 这种外交活动的这种必要 那么因此 在传统的国家机构当中 没有设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这种外交部 我们都知道啊 中国古代的啊 这种机制啊 这种机构 主要是立 护 礼 兵 行 公 六部 没有这种外交部 那么当时就是在清代 凡是从这个东南海路啊 或者陆路来中国的啊 中国的藩属国啊 那么像琉球啊 越南呢 是吧 他们向清政府派遣的使臣 还有一些啊 就是从海路来的西方的这种外国的啊 商人或者使团啊 那么对于他们的一些接待啊 那么是由礼部来监管的啊 礼部的主要职责啊 不是负责外交 那么有礼部监管 那么这个东这个中国东北西北的啊 一些少数民族的事务 以及对俄国的交涉 是由礼藩院来监管的啊 没有一个专门啊 处理外交事务的这么一个外交机构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啊 鸦片战争爆发了 清军在战场上不断失败 那么这样呢 清政府就被迫呢 派一些钦差大臣 那么从外国进行议和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啊 那么清政府就派齐英 是吧 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从法国 从美国 是吧 那么签订了黄埔条约 华莎条约 也就是说呢 从家务 从这个这个鸦片战争之后 那么就出现了 由清政府的钦差大臣 或者地方官员 来监理外交的现象 那么这是在鸦片战争之前没有的啊 或者很少有的 那么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那么这个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啊 对于清王朝 没有一个中央一级的专办外交的机构 而是由地方上的这些大员 总督啊 巡抚啊 或者亲战大臣呢 来办理对外交涉 对于这个事情就很不满意 是吧 认为清政府啊 中央政府是吧 不同他们这个国家进行交往 而是由一些地方官员呢 同他办理外交 对于这情况感到很不满意 那么与此同时 这个时候的清政府也认识到啊 中外的形势在这个时候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是吧 按照李鸿章的讲法 就是清王朝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啊 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特别是这个时候 外国公使要常驻北京了 那么面对着这种形势 如果说清政府是吧 不能够设立一个专门办理外交的机构 是吧 还有其他部门来监理 那么办事情的时候啊 必至办理延缓 未能吸血机遗 就是办理事情啊 就恐怕很难把它办得很妥当 那么因此 公秦王一新 在1861年的1月13号 那么就和其他人呢 联合上奏给清庭 给清政府 要求设立一个总理衙门 专门负责对外的交涉事业 交涉事务 那么3月1号 经过清政府的这个同意 总理衙门正式设立 就是1861年3月1号 总理衙门正式成立了 那么公秦王一新 在这个总理衙门设立之前 是吧 就把清政府即将设立总理衙门 专门负责外交事务 这个事情 就像英国的驻华公使 威托马 事先做了一个透露 相当透露的是这个消息 那么威托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感到非常高兴 那么威托马说 说中国呢 如果能够设立一个 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机构 说这个呢 是英国数十年来 求之不得的一个好事情 英国方面呢 希望中国能够有一个 是吧 这么一个专门处理外交事务 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总理衙门设立以后 西方的几个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的使节 那么普遍的都表示欢迎 那么并且呢 向公秦王一新表示祝贺 你比方讲 1861年的这个2月18号 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那么就给公秦王一新呢 送了一个照会 那么这个照会当中就讲 说中外保持友好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各国驻华公使 可以说同清政府的 这些大臣们 保持着直接联系 没有隔阂 他说这次成立总理衙门 足见贵国亦有此义 表明了清政府 也是有这个意思 说本大臣 实身欣慰 我感到很高兴 特别是听到说 由公秦王一新 来管这个事情 尤切心悦 我感到更高兴 那么法国驻华公使 叫做布尔布隆 布尔布隆 在给总理衙门的信当中 也说 说设立总理衙门 这个事情 对于中外和好 是非常好的 本大臣 甚为庆贺 那么总理衙门的设立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外国势力 在侵入中国之后 外国方面就力图 按照自己的面貌 来改造中国社会 改造清政府的统治机构 那么总理衙门的设立 或多或少的 可以说呢 是反映出了 他们这种意愿 或者说或多或少的 受到了外国方面的这种影响 那么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呢 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深入 那么西方国家 对于总理衙门 越来越不满意 一开始成立的时候 他们表示欢迎 表示祝贺 但是后来 他们对于总理衙门 越来越不满意 英国公使威托马 那么他是说 说这个总理衙门呢 总是跟我们讲 办事情呢 要从容商办 慢慢来 不要着急 他说 但是总理衙门呢 就是一件不办 今日骗我 明日敷衍我 以后我断不能受骗了 他说总理衙门 倒是敷衍他 并不认真办事 而且威托马 竟然非常的狂妄的叫嚣 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 要换掉 总理衙门的几个大臣 那么 威托马 对于总理衙门的 几个钦差大臣 几个这个总理大臣 都表示不满 你比方讲 他对于这个 总理衙门大臣 文祥不满 对于总理衙门大臣 沈贵分也不满 他就曾经讲 他说我在中国呀 做了七年这个公使 受尽文中堂摩折 欧气已多 他受到这个文祥呢 这个 这种应付啊 敷衍呢 他就认为很不舒畅 欧气已多 说现在呢 这个文中堂已经去世了 又有这个沈中堂 沈贵分 说这沈贵分呢 办事也是一样露术 跟这个文祥一样的露术 是吧 无非呢 是苛代洋人 欺瞒哄骗 是吧 那么这个 维托马 对于总理衙门 和总理衙门大臣 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 这是外国方面呢 对于总理衙门表示不满 那么这样的话呢 到了二十世纪初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 或者总理衙门进行改革 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之所以说到了二十世纪初 总理衙门这个改革 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那么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 那么第一个原因 就是总理衙门 并不是专办外交的机构 总理衙门管辖的事情太多了 也就是说 要把一些非外交的事物 从总理衙门当中 把它剥离出来 是不属于外交的事情 不要由总理衙门来管 那么总理衙门呢 在设立之初 那么曾经设想 一旦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是吧 那么对外交的事情少了 就要把这总理衙门把它裁涉掉 它是一个临时机构 那么但是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 外国方面的政治势力 经济势力 军事势力 经济势力是吧 逐渐的侵入到中国来 那么这样 总理衙门所管辖的范围就越来越大 不但要办理同外国的这种交涉 签定条约 要办理通商事务 那么凡是同外国有关系的其他的一切事物 一笔上讲修策铁路 是吧 修造轮船 购买外国的机器 驾设电线 是吧 派请留学生 兴办新式学堂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事物呢 都要归这个总理衙门来管 那么这样呢 就是总理衙门 是吧 在他所存在的时候 他所执掌的这个范围是很广 关于这个问题 刑部郎中 沈桂林 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那么这段话呢 讲得很长 他主要是讲什么呢 他说 像这个官员的这种升迁 是吧 考察 本来是应该由力部来管的 那么但是清政府的 驻外公使 那么是由什么呢 是由这个总理衙门 来向秦朝皇帝请旨的 那么海关道的一些人 也是由总理衙门来保健的 来保举推荐 是吧 那么力部呢 就是原来的这个考察官员的力部 相当于我们组织部 是吧 说这个力部呢 仅私注册而已 仅仅是挂个名登格纪而已 这力部 没有对官员进行考察的 这么一种权利 他说另外 像出纳之令 是吧 就是财政的收入和支出 本来是应该由户部 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 应该由户部来管的 那么但是呢 像海关的税收 是吧 出洋的经费 都是由总理衙门来管 而户部呢 仅私销和也 仅私销和而已 就是户部 仅仅是 进行核查报销 户部也没有权利 那么他还讲 那么这个中外通商以来 各个公使 驻京 那么同外国议定租借 是吧 签订条约 对外国人进行这个招待 都是由这个总理衙门来管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本来是这个事情是应该由礼部来管 所以现在这个礼部呢 就如同虚设 他讲了很多 那么讲到像这个总理衙门 是吧 管一些事物 涉及到了这个这个刑部的事物 是吧 总理衙门管的事物 关设到了这个公部的事情 那么沈瑞琳就讲什么呢 就说到了这个20世纪初 总理衙门 他所管的事物是非常之多 从这个利固里兵心宫六个部之间 产生了一些矛盾混乱 那么同时外国方面 又不断的要求 是吧 设立一个专门处理外交的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 那么清政府改革总理衙门 把它改成一个专管外交这么一个事物 专管外交事物这么一个机构 那么因此说呢 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必须要实行了 那么这是呢 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总理衙门呢 是清政府的一个新设机构 从传统的六部之间呢 是不同的 但是 他毕竟是参考了清政府的传统的六个部 他的一个旧力 因此总理衙门 难免就带有某些旧的官僚机构的 特别是官僚体制的这种特点 或者特色 比如说 总理衙门大臣 办事情的时候 拖拖拉拉 不负责任 那么关于这个事情 这个威托马曾经讲过一段话 就是英国驻华共使威托马 那么威托马 对于总理衙门 这个大臣的这种作风 和这个官场习气 给予了这个猛烈的这种抨击 那么甚至给予了讽刺 那么他曾经讲 说这个中国的总理衙门呢 从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外交部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他说 凡是各个各个国家的公使 到总理衙门去办事情 总理衙门一定要准备呢 酒和这个水果 总理衙门大臣 都要陪着这个外国公使呢 在这坐着 他说 好像呢 这个饮食 吃饭 吃水果 喝酒 是交涉的最主要的任务 好像不这样 就不能够表现 清政府对外国的友好 办理这外交呢 就没有办法办 那么威托马呢 那么对这个这种现象呢 给予了这种讽刺 那么使威托马 感到最难接受的 是什么呢 就是总理衙门的大臣 遇事敷衍 办事拖拖拉拉 没有人敢于负责 也没有人敢于公开的 表明自己 在这个中外交涉当中 这个态度 那么威托马呢 曾经讲了一个意思 讲了这么一段话 讲了一个事情 那么是很有意思 他是说 那么在从总理衙门交涉的时候 外国的公使 美发表一个议论 那么总理衙门的大臣呢 往往呢 都是以目相视 互相来对视 那么呢 大臣是亲王 那么大臣就是看 清政府的这个亲王 他怎么讲 是吧 那么新进入总理衙门的 这些大臣 就看原来的老的 总理衙门大臣 他们怎么看 是吧 没有一个人敢于 先发言 那么假如 一旦这个亲王发言了 则个人 悚然响应 一旦某个亲王说 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其他人 都像英武学者那样 跟着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是这样 那么如果说 这个亲王不讲话 那么其他的大臣 是吧 都不敢先讲话 不敢先言言 他说 有一天 我到了这个 松里衙门 那么这个松里衙门大臣呢 都互相看 是吧 谁也不敢先发言 这威特马说 他说 当时感到很窘困 是吧 很尴尬 他说呢 我就说了一句 说今天天气啊 甚好 就是没话搭了话 说今天天气挺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还没有人 没有人敢说话 那么沈贵芬呢 觉得这样呢 再沉默下去 那很不好 那么沈贵芬呢 那么首先就答了一句 说今日天气国好 说今天天气果然是很好 说接着 其他的王大臣 默不约 今日天气国好 都跟着说 那么对于这个记载 当时有人就讲 说威特马的这个说法 有些过分了 是吧 那么但是这个人 同时又认为 威特马讲到了 总理衙门的一个问题 就是事权不归于一 没有人敢于负责 没有人敢于自书己见 说这个事情 切众争结 切众争结 这个讲到了总理衙门的 这个痛恕 他的弊端所在 这是他的弊端所在 那么这是讲到了 这个总理衙门的 这个大臣办事 拖拖拉拉 不负责任 那么这种状况 必须要改变 那么另外 总理衙门 一方面呢 要适应 帝国主义列强 入侵中国以后 所导致的 一系列的新的形势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总理衙门又要维护 那么清政府的 传统的旧事 要维护 天朝大国的尊严 那么因此呢 总理衙门 在他的职能上 就表现出了 相当大的复杂性 和矛盾性 一方面要适应 定律的需要 一方面呢 又要维护 清王朝的统治 是吧 他在职能上 在性质上 就表现出了 相当大的 一种复杂性和矛盾性 那么这种情况 也必须要改变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就外交仪式 总理衙门 并没有能够 总理外交事务 那么在清政府的 这个外交实践当中 有很多外交事务 是由南洋大臣 和北洋大臣 特别是由北洋大臣 来所分掌 由北洋大臣 来负责 其中的很多事情 那么一个英国的外交官 曾经说 他说这个李鸿章啊 是北洋大臣 说这李鸿章呢 甚至不想掩盖 他实际上 是中国的外交大臣 这一事实 就是李鸿章的本人呢 他并不想掩盖 他是事实上的 中国的外交大臣 那么他还说 像现在这样组成 这样管理的总理衙门 说现在这样组成的 管理的这个总理衙门 只不过是李鸿章大学士 在天津的衙门的一个分支机关 什么意思 说现在的总理衙门呢 只不过是北洋大臣 直立总督李鸿章的 在天津的 这个 这个直立总督衙门的 一个分支机构 说总理衙门是要受到 北洋大臣的这个管辖的 那么这种地方官员 分别掌握清政府的外交权力 或者部分权力 那么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是有利于 西方列强对华的这种外交讹诈 是吧 有利于他们从中国呢 获取各种特权的 是吧 因为权力不集中 集中在地方官员手里面 对他是有利的 那么但是有的时候 又不利于帝国主义国家 西方群裂国家 对华的一个总体外交 因为他外交是很分散 又不利于外国的群裂 那么因此这个外国方面呢 那么也迫切了希望 这个外交事务 能够集中到 清政府的中央机关 集中到 一个主管外交的机构当中 那么李鸿章在出访欧美各国的时候 那么这个有些外国人 对于清政府这种分权给这个地方都府 分权给地方官员的这种做法 那么这表示了不满 那么英国的驻法公使就曾经讲 说我作为英国驻法公使 之所以驻扎在北京 并非以北京为乐徒也 说并不是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很好 我愿意住在北京 因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是清政府的这个都城 是吧 李鸿的掌握着外交的这种实权 他说但是没有想到 那么清政府所掌握外交的人 返在数百里外 清政府这个掌握外交实权的人 不在清政府的都城 不在首都北京 而在呢 这个都城以外数百里 指的哪呢 就是指的北洋大臣直立总督的 这个他的衙门所在保定 原来这个直立总督衙门是在保定 那么后来 因为这个对外交涉事务很繁杂 那么这个直立总督衙门在天津呢 又设立了一个直立总督衙门的行馆 那么因此 那么当时很多同外国的交涉 是由李鸿章办的 那么这样同外国的交涉的很多时候呢 不是在北京办理 而是英国或者外国的驻华公使 要到天津到保定 同李鸿章进行谈判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 一些外国人对于 要同李鸿章办理外交 要到保定或者到天津去办理外交 这个事情表示很不满 那么西方列强 那么就强烈的要求新政府 改变这种状况 以便于外国公使能够安处于京师 不再奔问于外省 就希望新政府呢 在北京设立一个专管外交的机构 使得外国公使在北京就可以通新政府办好外交 而不必再到外省去 那么正是由于总理衙门成立之后 具有这样的一些弊端 那么总理衙门设立之后 西方国家不断有人提出来 要改革总理衙门 那么清政府内部一些官员 也认识到总理衙门存在一些弊端 也提出来要改革总理衙门 那么因此 到了二十世纪初 改革总理衙门 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一种要求 那么关于这个清政府 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 那么这个问题呀 我们将在下一次课当中呢 做一个重点分析 比如讲一下呢 这个总理衙门呢 改为外务部的这个原因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先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